其實已經喝了十幾年了 就我記得我從入行開始 就是每一天早上都會喝一杯哈佛 所以對於品質來說其實也是蠻講究的 那對生活上的關係他自情 賞事啊 如果自己比較講究的點 如果喝哈佛 講究 可是我有點 我想一下 就是可能就是工作的細節吧 就是拍戲啊然後角色塑造啊前事後事啊 其實因為我是處女座 然後跟我工作過的人應該都會 都會感覺到我很龜毛的時候 所以我把這個怪盜先做好 對就比較注重細節 剛剛其實有就是有手沖咖啡 那你自己下是有手沖咖啡嗎 自己下比較還好 我都是就是可能朋友幫我沖好 然後或是聽見幫我沖好 我會幫忙磨豆 對可是沖的話我技巧就可能沒那麼好 我覺得就是因為現在有 有Jorgia跳好咖啡嘛 然後我公司有很多 所以我可能會送給我很多朋友啊 然後還有同事們等 其實現在有一部電影 應該是在暑假過後或10月左右會上映 對然後現在在後製然後做一些配音 然後新的作品有電影也有電視劇有可能 所以現在在消化中 當之中 對 過程中 消化中 對 對 那你新的一件事有什麼 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真的就是一樣嘛 老話就是希望疫情也會結束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自由的活動 然後更自由的出國 然後對啊 嗯這真的就是唯一的願望 你有沒有想要進化的出國際 你也有什麼最愛的 那你怎麼看YouTube 然後 嗯我可能不太擅長主持啊 我覺得蠻難的 因為我就是介紹的東西 我可能有時候都會吃我的 所以可能還是 還是需要一個角色去講故事 可能 嗯 這樣 不知道耶 反正 對啊 再 嗯 哈哈 對有什麼會 再讓大家知道 嗯 OK